身把体谈三层皮 一针间线上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球迷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南兰 我们知道中国南兰在结束了南兰的亚裕赛之后 球队正在积极的备战 接下来的一场非常硬的一场比赛 什么呢 那就是南兰的奥运会落选赛 接下来中国南兰 我们知道我们被分到了加拿大赛区 需要在小组内迎来两场硬仗 先是第一场打加拿大 第二场是打希腊 目前小组赛的赛程已经正式的敲定了 那么我们在迎战这两个欧洲竞予的过程中 我们至少要确保拿下一个对手 才能够锁定一个去小组出现的一个名额 对吧 虽然说在这一次的一个比赛中 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 让一剑连亚古艾伦这些主力回归 但是我们现有的这套年轻的阵容班底 却在杜丰的打磨之下 其实呢一直在大踏步的往前走 让我们看到了未来 这是中国南兰的希望 中国南兰我们此前也必须要承认 其实我们整个球队比较年轻 同时呢也缺少很多的历练的机会 那么这也是杜丰为什么要把球队 此前留在菲律宾 要跟菲律宾再打一场人生赛 再前往加拿大去比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正式揭露出来了杜丰他的野心 他知道这支球队现在缺什么 缺的是这支球队通过以赛单量的形式 加速球队的融合 这支球队此前压运赛上的表现 并不是他真正的实力水平 那么我们看到吴钱啊 徐杰啊 包括等几个球员 他们的整体的个人数据的发挥表现 其实都没有达到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之下 把自己的状态给打开了 那么中国男篮还是非常具备竞争力的 对吧 打出这些球员 他们此前在俱乐部时期的表现 那么这支中国男篮 我们就具备了一个去挑战加拿大 挑战希腊的一个机会 而且我们知道 目前在赛程公布之后 我们第一场比赛与加拿大比赛 将会在7月1日早上正式开打 那么第二场比赛将会在7月2日早上打希腊 是吧 相当于背靠背 连打两天 两天连打两场 两场都是高强度的比赛 对于中国男篮来说 其实呢 我们第二场打希腊难度会更大一些 因为我们第一天消耗很大了 第二天几年在打希腊 可能我们整体的消耗 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第一天 我们就死拼 加拿大 我们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杜丰拿下一个开门红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出现的先机了 我们就占据这样一个机会了 对吧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对吧 就看中国男篮 我们能不能在第一场比赛 我们打加拿大的时候 把对手给拼下来 但是我们要知道 很多球迷也说了 加拿大在这一次公布的一个阵容名单中 他们一共有八名NBA球员 入选了这一次的一个国家队的机球名单 对吧 看似就阵容层面 两支球队完全不对等 不在一个档次上 但是呢 要知道 加拿大这支球队 他此前在2019年的南来世界杯上 他们的NBA球员也同样很多 对吧 当时他们在南来世界杯上 取得的一个成绩是22名 比中国队高了两个名次 其实呢 这就正好能够说明了这支加拿大队 他并不能够以NBA球员数量 来衡量他的真正的实力和价值 这支球队 其实NBA的这些球员 他们对于这个加拿大队 很显然 他们的一个归属感很差 而且来到球队各自为战 在场上 形同一盘散沙 球员整体的凝聚力比较差 所以说呢 加拿大队 他整体的战斗力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纸面实力 呈现的那么强 看似NBA球员很多 但实际上 他们的团队篮球做的很差 所以说中国队 我们只要能够把我们的团队篮球 打出来的话 我们是完全有的一拼 能够去拼一下对手的 是吧 杜丰这个时候 肯定要给队员们打足气 我们知道杜丰此前 介绍采访的时候 他曾经表态过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就会全力以赴 带队拼到底 对吧 杜丰也表态了 那么这就给中国南韩队员们 打足了底气 让队员们在这个时候 抱定信念 我要全力以赴去拼队重 因为我第一场比赛 堪称就是一场生死战 我们拿下了第一场比赛 也就意味着我们 抢占了出现的主动权 但是我们第一场 如果说输了 那么意味着第二场比赛 我们想要再去翻身 也很难了 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 我们第一场比赛 迎来加拿大 将会非常非常关键 7月1日这场比赛 按照CCTV央视的 一个原计划来看的话 如果不出意外 CCTV5央视体育频道 将会进行现场直播 那么这场比赛 也堪称是 关于中国南韩那场生死大战 对于中国队来说 也决定着中国篮球 我们在奥运会上的一个命运 我们是否能够继续 延续出现在奥运会的 这样一个记录 是吧 还能否延续下去 也将会交到了杜峰的手中 相信杜峰也肯定会排出 他的最强的先发五虎 像内线的周琪 他肯定是首当其通 要领先我们的首发阵容 包括像周鹏啊 任俊飞 包括外线的赵继伟 吴谦等强将 是吧 也肯定都会悉数的亮相 那么我们最强的阵容 这是给了我们一次 很好的检验自己打硬仗的 实力的一个机会 那么究竟能否顶得住压力 能够否经得住考验 那么通过这场与加拿大的决战 或许就能够真正的 给大家交出一个湿地 交出一个答案 我们也期待着杜峰 能够在他的戴整之下 我们这只年轻 朝气蓬勃的中国男兰 能够打出一个 披荆斩棋的成绩 带给我们一个奇迹 能够开拳而归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我们先聊到这 喜欢胖猪的别忘点关注 胖猪的听见 聊段修